请段委员怡康询问 寻答时间15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冯正明先生 请冯正明被提名候选委员 冯正明您好 我提到您刚才在回答这个质询的时候 您有特别提到对于烤鸡制度的关心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 您知道今年5月 这个全序部针对公务人员烤鸡法的实行细则 提出了这个修正的草案 那么当然是要想要改正 就刚才我们邱文院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部分公务人员一次计两大工的腐烂 您对这个部分有了解吗 不完全了解 公务人员烤鸡法第12条 您会分为您刚才讲的 那个是平时的烤鸡 年度烤鸡 另外呢有专案烤鸡 对于重大工过可以一次计两大工 一次计两大过 我们平常的烤鸡年度烤鸡 就是计大工计大过 这个就到顶了 要专案烤鸡 专案烤鸡不是在年度 不是在年底的时候 它随时可以针对这个特殊公积的专案 或者是特殊重大过失的专案提出专案烤鸡 那么一次计两大工呢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跟您说明 进本奉一级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 这个奉等就升一级了 就是从此之后就加薪水了 另外呢 加给一个月的奉级总额的奖金 那当然是对公务员来说 这是了不得的福利啊 因为马上就加薪水了 可是为什么会引起诟病呢 是因为照道理说 您知道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符合专案烤鸡一次计两大工吗 我还没有深言这一段 在公务人员烤鸡法第十四条 烤鸡法施行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 有五个条件都相当困难 第一针对实弊 严厉改进措施 经采行却有重大成效 比如说针对我们现在军工教的退休制度 您冯教授如果是政府的公务员 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 结果呢 经过采行之后发现 的确很有效 那这了不得的功劳 就有可能被一次计两大工 第二对主办业务提出重大革新具体方案 精彩性确据成效 第三检举不法维护政府声誉或权益有卓越贡献 就是你能够抓到不法 顶持立场为国家或机关增进声誉 有具体事实 比如说远雄 因为合宜住宅要跟某一个评审 要跟哪一个公务员行贿 被他拒绝了 然后去检举 结果去抓到了这个行贿的事实 类似这样 当然很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您知道从 99年 100年 101年 这三年 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公务员 他的机关承报 然后考试院全序部 这跟您未来 如果要担任考试委员就相关了 全序部 他审核通过 在这三年 从地方到中央政府 一次计两大工的公务员 您知道有多少人吗 不知道 您那么 认为合理的数字 您觉得大约是多少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跟您一起被提名的 我们的考试 我们立法院的副院 这个副名长周万来先生 他从他高考及格到现在 36年吧 如果有没有 民国67年到现在 不是36年吗 你的资料写的吗 有没有一次计两大工过 没有 从来没有过 你看我们 刚才徐少平委员 在台上感念他半天 依依不舍 他这三十几年在立法院 你说他都没有功劳吗 但是不符合这个条件 对不对 即便说 他在这个我们立法院 叫做 叫做议事规则的活字点 但是也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我跟你请教 三年加起来 你觉得合理 大约有多少人 我不敢议策那个数字 不过我刚才 针对委员刚才讲的 假如这个数字 是非常的少的话 我觉得我们公务人员 本来就要讲优 讲优 所以呢 所以少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做个研讨 您知道 您知道 三年总共有1109位 其实不少 很多 您知道 这1109位里面 警察人员占多少 警察人员 占了899位 占了81% 其他各级机关的公务员 在警察之外的 有210位 占了不到19% 那么这个 现象呢 监察院提出了检讨 在立法院 也提出了 要求要改正 所以呢 包括行政院 承认 不合理 所以 从去年开始 警政署对于 尤其这个都集中 大部分集中在高阶警官的 这个现象 就改变了 一次级两大工的人数就减少 然后今年 五月 全续部在 这个考试院的院会啊 就提出了这个 私刑系者的修正草案 但我要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假如它是不合理的 它的不合理在什么地方 在于它其实是破格 去给予你福利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设有一位 这个 警官 他在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呢 他担任 桃园县 他在民国八十六年的时候呢 八十五八十六年担任 桃园县警察局的局长 他是警监三接啊 他这个警监三接 他的这个奉额 在那个时候啊 是六百 警监三接一级啊 奉额六百 奉额基督六百 那么 因为那个年代 每一年都在加薪 我们加薪就不要算 主管加急也不算 因为他是陷阱局的局长 所以他当年月支的数额呢 是六万六千八百三十五元 他的奉额三八一一五 加上专业加急 二八七二零 加起来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五 那么 他一次计两大功之后 他的奉额就加了一级 就变成六百五十 他还是警监三接一级 奉额六百五十 他的月支数额就从六六八三五 就增加变成七一一七零 就等于加薪了将近五千元 每个月里 这个 如果他是完全符合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条件 我们大家无话可说 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位 是跟你一起被提名的 我们前警察大学的校长 谢秀能先生 您知道 谢秀能先生从 民国八十一年 我所能够查到的资料 到民国一百年 民国八十一年 他是台北市警局 万华分局的分局长 到民国一百年 他当了警察大学的校长 在这刚刚好二十年间 他一次计两大功几次 您知道吗 不知道 那么对比于 这个我们周万来先生 这三十几年的公务员生涯 这二十年来 谢秀能先生 被一次计两大功 总共二十二次 平均每一年超过一次 那你会说 这二十二次有可能 他是因为破了重大的案件 他是有可能 人家跟他行贿 他拒绝 还有可能对政府声誉有帮助 但是这二十二次里面 您知道在这二十年间 台湾总共 从县市长到立委 在总统的选举 总共有几次 您知道吗 就二十年间 您不知道 总共有十五次 那 谢秀能先生 在从台北市的分局长 一路当到县市警察局局长 然后当警政署 然后当台北市警局 他每一次选举完 他都会一次计两大功 在选举期间 维护社会秩序有功 会不会太腐烂 然后除了这二十五次之外 其他的七次 包括什么 我念给您听 包括 国庆阅兵 包括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包括台北市办花博听葬奥运 包括1992年419群众运动 包括陈云林来台 这里面没有一次 是破获重大刑案 这里面没有一次 是拒绝贿赂 这里面没有一次 是提议改革 警政制度 通通没有 那我要跟你请教就是说 好 这个制度从此之后 可能就慢慢会改掉了 但是在我们要改革 这个制度的同时 马总统去提名一个 在这个制度里面 已经想尽好处的既得利益者 现在他退休了 要来当考试委员 是要他就他自己得利的经验 来帮忙改革制度吗 我们马总统到底为了 挑选什么样的价值 你没有办法回答我 但是我希望 能够提供大家去思考 你那不要猜一下 马总统 他是为了凸显什么价值 就这一点来说 你有没有办法回答我 我大概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回答我 那就你个人来讲 你觉得你同意 就这一点来说 这个人选跟你一起被提名吗 你觉得适当吗 我觉得可能 就这一点来说 提名人的考量 恐怕是考虑专业 专业 我们请周玉山教授一起上来 不过我稍微借这个机会 顺便回答 请被提名人 周玉山 我愿的一些提醒 假如有幸 我觉得在这个点 有好几个课题需要探讨 第一个 一致的标准 您好 刚才 冯教授提到专业 您被提名的适用条款 是第五款 您是学识丰富 有特殊的著作或发明 但我不晓得您有什么特殊著作 但这个条款 其实讲起来有点严苛了 您是学识丰富 然后曾经得奖 重大的奖励 所以您不是因为政治经验 生育卓著 当然不是 我没有一天从事 那么我们在我这十位里面 这一批 今天这十位里面呢 除了您之外 另外一位适用第五款 是杨雅慧教授 他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 那么我大概不问您了 但我想猜想您 大概也是因为学识丰富 那我请问 谢秀能先生 来谢秀能先生 我请您上来 您也是用第五款 那我要请问您 你这个第五款是因为学识丰富 有特殊著作或发明 还是因为 富有政治经验 生育卓著 谢谢委员指教 其实呢 我除了第五款之外 我第四款呢 我有61年62年 那个两个 你们自己送的资料 你是适用第五款吗 两个一等考试 然后呢 不是我问你嘛 你自己送的资料 是适用第五款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讲第四款 我要问你第五款 你是因为学识丰富 有特殊著作或发明 让你可以跟这两位教授并列 或是因为你富有政治经验 生育卓著 请你告诉我 跟委员报告 那么我在 这次订阅 你都不說吧 你都不說你覺得這個 我都不說 你還要很清楚 這都不說 還要 我都不說 你怎麼可能 我可以連結一個 我都不說 我可以連結一個 我都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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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 我都不說 我都不說 我跟你認識一位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有人接受這個批評 是非常的智 我不曉得馬總統為什麼批評你 但是馬總統批評在你 就是羞辱了討權之固 就是羞辱了討基之固 他的用意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要突顯什麼價值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非要的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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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